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身为邪恶组织的恐怖大参谋 本该是为毁灭世界的伟大目标 而不懈努力的存在 可如今他竟然不务正业 和守护正义的魔法少女谈起了恋爱 而这近段的恋情 也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负罪 原来也就在今天 男主也一如既往的 为毁灭世界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感受着地面传来的震动 便利店的前台小妹连忙外出查看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可怕的邪龙 此时正在城镇中四面 周围的围观群众 还以为是在拍电影 可下一秒邪龙 就把他们做成了烧烤 这时一只猫从小巷中 踏着小碎步跑步 爬到了前台小妹的肩上 表示工作时间到了 文言少女摘下法桃 下一秒 她就变身成了一名魔法少女 没有错 与邪恶战斗 便是少女每天的工作 解决邪龙后 少女找到了本次事件的始作荣者 邪恶组织的恐怖大参谋 表示到此为止 她是绝对不会放任对方继续作恶的 可让她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本该爆发的大战却并没有发生 而也就在她还在好奇的时候 对方的眼睛却不知为何碎掉 没有错 这是一件钟情的感觉 此时邪恶组织的总部中 高层们正在复盘今天的作战 众人都很好奇 本该万无一失的计划竟然会失败 难道说魔法少女的强度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吗 殊不知他们的大参谋长早已叛变 不过为了消除众人的怀念 男主还是一本正经的表示不必担心 因为下一次的计划 早已准备周全 画面一转 男主再次来到了魔法少女的面前 好家伙 还得是你啊 而由于将伞倾斜向了少女一边 也导致男主的肩膀被雨水尽数淋湿 看到这一幕的少女连忙换了个地方 梁亭中男主将手中的蛋糕递给少女 美其名约为敌人雪中送炭 可不料下一秒她就暴露 三冬山 而看到女主吃得如此开心 此时此刻男主也感到了好奇 他难道不怕自己在里面加点什么东西 女主表示他看得出来男主不是那种 而且不管再怎么说 他都应该吃点东西 因为他已经连续喝了一周的白开水 男主要是再不来 他估计就要饿死我 原来从初中开始 无父无母的女主便独自一人生活 现在他除了在便利店打工之外 还要去孤儿院帮忙 还时不时就要去兼职当魔法少女 每天忙得连饭都没时间吃 虽然这样的日子过得苦害害的 但一想到这样就能存到钱 他就会感到很知足 此话一出男主顿时就生出了恋爱之心 觉得女主应该要好好照顾自己才对 可嘴硬的他又怎会说得如此直接 而做下如此荒唐的事情 当天夜里男主便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 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 必须要快点想起原来的使命才行 那么作为邪恶组织的参谋长 他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没有错 正式调查魔法少女的情报 将其整理归大 向魔王报告才对 不过可惜虽然话说得很热血 手里却已经给女主买下了明天的奶酪蛋糕 男主的负罪感顿时更重 而这也让他决定要跟女主一刀两断 不过要先将买下的奶酪送给他才行 然而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女主却在他面前晕倒了 原来昨天晚上他为了守护正义一整晚都没能睡觉 男主对此感到十分好奇 他都这样了 为什么还要当这个魔法少女呢 紧接着女主便说起了自己过去 在将他养大的布尔院即将被炒地皮的伤人抢走时 他的老板出现了 由于在树荫下休息了一段时间 让女主的体力也恢复了不少 他十分感谢 幸亏有男主这样的大好人在 不然他迟早要累死 多谢男主一直以来的照顾 见状男主便劝他赶紧辞职 因为从刚才的说辞来看 当魔法少女并不是女主自愿的 可没想到对方居然表示了拒绝 女主十分道歉 男主明明是为他着想才把他劝退 可自己却辜负了他的好意 惹他生气了 殊不知男主早已对他心生情愫 而由于今天会面的时间已经超额 男主也只好表示自己要回去了 但他还是希望女主可以好好考虑 因为如果女主继续当魔法少女的话 下次见面 他们可能就要自相残杀了 笑死真是嘴硬到了极点 而当天夜里男主也一如既往的陷入沉思 别恶参谋做梦都想不到 魔法少女的使者竟然是只黑心白猫 只因他不仅一天给魔法少女安排八份工作 甚至还打印名片发小卡片提供深夜按摩 就着魔法少女一分钱都拿不到 只因所有的酬劳全都进了白猫的口袋 而我们的男主身为邪恶组织参谋 大半夜的还在加班搜集魔法少女的信息 手下提出愿意帮忙分担打扮魔法少女 他还不干 只因他将打倒魔法少女 当成是自己的使命 自从和魔法少女第一次相见参谋就陷入爱情 于是开始了魔法少女养成计划 不惜高价插队购买甜品 只为能和魔法少女见面 殊不知魔法少女今天要打八份工 虽然光是便利店服务员就够辛苦 毕竟服务客人太难了 参谋希望魔法少女能示范一下看板 此刻魔法少女才意识到 当前的场合不适合穿工作服 毕竟他们是敌人 没有得体的衣服应战参谋也会很困 于是魔法少女当面完成些许色气的变身 参谋却化身老变态 希望他能再变一次 见魔法少女一口气吃了四份甜品 参谋担心他会吃你 希望下次可以共进午餐 他喜欢吃什么食物 却不料只要有营养的魔法少女都喜欢 随后他注意到参谋的袖子烧焦了一款 主动提出可以帮他补好 参谋惊住了 他这样宛如妻子的行为太加分了 于是傲娇大家是敌人 没道理让他帮自己做这种事 为了报答头位的恩情 魔法少女坚持要帮忙 况且他很擅长修补破洞的衣服 只因他的旧衣服修补过后就能当居家服穿 不管是破烂到该丢的打工服 国中制服以及体操服 参谋心疼拿出黑塔 想现在就去大买特买 他做这么多工作 偶尔也应该买件新衣服奖励自己才对 殊不知魔法少女使者 也就是设计让他成为魔法少女的白猫 基本上掌管着他所有赚到的钱 并以帮忙运作资产 或介绍工作为由照顾他 为了方便接取工作 还贴心帮他做了明天 参谋一看直接裂开 什么魔法少女天国 什么玻璃幸福 以及什么提供夜间按摩创造最棒的回忆 参谋是真的服了 提醒魔法少女被骗了 这绝对不是什么单纯的工作 怕虽如此自从因为遇到了参谋 魔法少女的工作 就不再像他想象中那么辛苦 所以很感谢参谋对他这么好 参谋傲娇才没对他很好 自己只是为了双方身为敌人的尊严 参谋在部下心中冷酷无情 没人能看出他眼睛下的情绪 直到看到参谋袖口里的贴花 部下们集体猛逼 参谋事后反省自己 现在无法成为部下的保养 他可是邪恶的化身 于是很快便安排部下 往地表投放史莱姆大军 参谋满意今天没有被奇怪的激动影响 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却意外发现魔法少女正被史莱姆欺负 这下参谋不能忍 人类是垃圾但魔法少女不是 于是参谋突然反水消灭自己人 他是万万没想到 能一击秒杀魔龙的魔法少女 竟然会被史莱姆搞得狼狈不堪 参谋是真的服了 自己放出了史莱姆又自己消灭 他将外套披在魔法少女身上 让魔法少女感受到衣服上残留的温暖 事后参谋贴心亲自护送他回到住处 被敌人知道了住处还倒血 他可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也是今天参谋才知道 魔法少女真名叫做白夜 他感谢参谋明明说要丢 如今却还是在穿这件他缝补过的衣服 参谋脸色羞红 他们邪恶组织神通广大 一两件衣服完全不算什么 只不过这次却没有那个必要 邪恶参谋男主迟迟没有打败魔法少女 终究还是引起了其他干部的怀疑 没想到连号称邪恶组织智囊的他都束手无策 如今组织内已经出现留言 说他迷上了那个魔法少女 男主却让大家放心 他正在按计划进行并没有延误 所有人只需要等待结果 说罢有紧急电话打败 干部们相信男主是个形势慎重的人 无法想象他会被私情冲昏头脑 毕竟他是组织里优秀又冷酷的治理担当 事后男主给魔法少女送玫瑰花 这还是他第一次收到 男主却傲娇在邪恶组织眼里与杂草不易 却不料魔法少女也打算给他送花 只因最近他一直有在家里做代工 男主担心他会累坏身体 让魔法少女再次感受到他的温柔 自从认识以来男主一直都在对他好 虽然有时温柔有时严厉 很难让人相信他居然是邪恶组织的人 见魔法少女一直盯着自己 男主反而不好意思浑身颤抖 魔法少女有时候搞不懂他的反应 还以为这就是双方的不同之处 而当他在家辛苦做代工期间 使者白猫是真的不是个东西 在家好吃懒做把魔法少女当工具 喝完就让魔法少女出去买酒 甚至还打算把上次跟史莱姆战斗的饰品 做成好康的高价卖给狂热分子 男主则因为同伴担心他累坏了 于是让他出来喝酒放松自己 但他已经确认 魔法少女肯定是被骗了 再继续下去 他的身体早晚会被泪跑 却不料突然出现的陪酒女 竟然就是魔法少女 在看到史男主之后 魔法少女立刻留下了小珍珠 男主安慰让他慢慢说给自己听 男主闻言瞬间暴走 他要让那只臭猫明白 跟邪恶组织为敌是多么可怕的事 此时白猫还在欣赏自己的作品 嘴中还叼着一根滑子 男主突然现身攻击 作为羞辱魔法少女的惩罚 他不会让白猫轻易死掉 白猫真是罪大恶极 不仅逼迫魔法少女 夜以继日不断打工 还像寄生虫一样 用他的财产贪婪度日 白猫却语气淡定 他可是引导魔法少女的使者 白猫嚣张至极 不管魔法少女收获的荣耀 还是拼命打工赚到血汗前都是他的 就连他本身也是 男主分而出手砍下他的猥琐猫头 但弥留之际白猫却说 他们没有死亡这种概念 之后还会不断出现在魔法少女面前 男主不爽白猫果然没几个好东西 魔法少女为了报答他的恩情 希望男主能留在家里吃晚餐 男主激动那可太香了 正好他有寄给魔法少女高级牛排 见男主吃饱喝足 魔法少女很高兴 因为之前他每次见面都只喝饮料 因此还以为他是不是不能吃东西 或者不喜欢吃甜食 他解释疲劳的时候也会想吃甜食 小时候妈妈经常做给他吃 魔法少女羡慕他有个好妈妈 男主这才想起来他是个孤儿 但孤儿愿偶尔也会给点心吃 附近面包店也会把吐司编分给大家吃 男主每次都想要等下次再跟魔法少女做个了断 却不料佛马哈特被派来辅佐他对付魔法少女 无奈只能带他一起来到和魔法少女的见面地面 却不料哈特希望男主能直视他的双眼 虽然他完全没有怀疑男主的意思 毕竟男主是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连同伴都害怕的邪恶参谋 绝对不可能会被私情冲昏头脑 甚至根本就没有情胆可言 如果真有女人可以迷惑他 黄毛反倒很想见识一下 甚至如果男主真的背叛组织的话 他还打算帮帮忙 6.黄毛今天打算先隐藏暗中观摩 参谋正有此意 他怀疑是邪恶之王听到谣言 才会派黄毛前来监视 为了不失去王的信赖 即便要对不起魔法少女 今天也要与他一决胜负 可以见到魔法少女 一路小跑过来的模样 其内心就瞬间产生动摇 男主故意板着脸说 他来得还真快 只因我想快点见到参谋先生 所以才用跑的 男主紧了紧心神暗探 差点就被打断了步调 只要看到魔法少女 他就会自乱阵脚 如果不看他是否能撑过这一关 男主见状视线下矣 却只看到了魔法少女的幸福北半球 虽然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款式 但他在内心还是点了个赞 见黄毛怀疑男主连忙解释 魔法少女的眼睛有特殊能力不能直视 随后魔法少女取出为他做的特效便当 作为时常受他照顾的回应 这下男主陷入了两难 这便当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见男主神色犹豫 魔法少女还以为他吃过午餐 男主直接放弃了思考吃就完事了 黄毛担心不已 毕竟以前男主征服敌人从不手软 还曾劝说黄毛如果动摇就退出组织 不然这份迟疑早晚会害死他 事后黄毛才知道 原来对魔法少女的战斗这么凶险 但下次他也想参战 希望能帮忙签个线帮他介绍一下 殊不知此话一说 男主当场就想要灭了他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小子接近魔法少女 他只能由自己亲自推倒 亲自打倒 于是今天男主向黄毛介绍给魔法少女 他表示男主对自己一直很好 又非常的温柔 所以一直很感谢他 男主差点把持不住又不能暴露 只能刻自表达心意 见哈特打算和魔法少女握手 男主连忙阻止不可以 并吓唬黄毛魔法少女身体有毒 刚才他差点就被融了一只手 黄毛信以为真好险好险 得知魔法少女当魔法少女是为了赚钱 黄毛惊讶之于差点再次上手 随后男主也拿出自己的伴手了 是一块爱心巧克力蛋糕 并谎称里面有毒黄毛不许吃 可他一看就是情侣蛋糕 所以男主会假装吃 黄毛就在一边看着 男主见魔法少女嘴角流有残渣 于是出手帮他擦干净 把黄毛看得一愣一愣的 很快黄毛也学着男主的感觉 答应下次他也给魔法少女带东西 事后黄毛不解 魔法少女对自己很冷淡 殊不知他露出放松的表情 和尝试进行对话都只会对男主做 男主开心这是特别针对他的行为 黄毛文言内作不已 原本还想帮他洗刷污名 到头来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男主安慰还是有他能办得到的事 随后男主再次返回和魔法少女见面 却不料他觉得黄毛为人开朗又帅气 男主吃醋他是不是喜欢黄毛 说完便一言不发露出红我的表情 魔法少女以为他生气了连忙解释 他只是很高兴能认识男主的朋友 也知道了他的名字 如今也比之前更了解他了 可今天魔法少女却被手下抓到反派总部 这一刻男主差点又要进入黑化模式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随便将其放松 毕竟身旁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因此只能先让女主见识一下 最擅长的拷问手段 虽然手下都已经彻底长眠了 但这里还装有监视摄像头 最少也要对女主进行一番拷问 否则绝对会引起怀疑 这时女主的声音打断他思绪 羞涩地表示想要去趟洗手间 而他感觉再多看一眼就要爆炸 只能说女主的魅惑技能实在太强 随即小声说到再忍耐一下 很快便放他离开 然而女主声明自己已做好觉悟 若这是男主的工作 那么不管对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此话一出男主直接二连跪 他意识到女主对生命是如此不看重 现在还想着去趟洗手间 然后再回来 就当男主束手无策之时 金毛兴奋地跑进房间 表示找到了他扔出去的球 而男主顿时想到 以对方性格应该不喜欢这种残酷的拷问 所以金毛应该会偷偷背着自己把女主放走 结果意料之外 他以为两人是在玩SM游戏 陈思片刻 男主表示也该做得了断了 接着走到女主面前抬起下巴 后台人员看得正起镜突然画面一黑 但声音却没有切断 他们能清晰听到女主激烈的叫声 而路过的白毛干部还以为他们正在学习 至于真相则是男主在给他毛养 打算持续两分半钟后就当作女主失去意识 这样便能给女主解开束缚 说到帮他的理由 男主表示不喜欢他对待任何事都不抱有希望的心态 应该去追求更多的东西才对 回想起小时候 女主是所有孤儿中最大的 而他懂事的令人心疼 顾虑到其他小孩的遭遇 即便女主过得再苦也不会抱怨 久而久之他心态变得消极 不再对美好的未来抱有幻想 等睁开眼时他已回到家中 旁边男主解释 刚才他因为缺氧而失去意识了 随即无奈叹起 明明觉得难受却还要忍着不说 临走前男主提醒道 下次若再被抓住 他可不敢保证能够再保护一次 闻言女主依旧无动于衷 即使被抓住要面临死亡也不在乎 也就在这时雷光乍现 伴随着响声让女主紧闭双眼不敢抬头 同时身体也止不住的颤抖 而男主自然看得出她是害怕打雷 于是再三问道 自己这么回去真的好吗 就这样他稍微变得坦率了一些 而且他能够依赖自己男主别提有多高兴 与此同时在一条巷子里 吉祥物刚看完广告复活 忽然第二个引导者来到面前 鸟人坚持认为 由他引导的那个孩子火花 才是真正的魔法少女 只是没想到对方是个法科少女 由于火花是个喜欢可爱物品的究极社口 在听说能成为憧憬的魔法少女时 本以为会和憧憬的魔法少女一样尺度很大 因此只能跟她的玩偶朋友商量 火花很感谢眼前的鸟人能帮她圆貌 可是因为太害羞让她无法坦率说出口 只能用法克和头锤表达心命 很快鸟人就感受到邪恶组织的气息 火花立刻完成变身穿上魔法少女套装 围观群众期待她是不是真的会使用魔法 却不料火花是个物理魔法少女 接着邪恶组织再次派出史莱姆大军袭击人类 现有新的魔法少女出现 邪恶组织成员担心一个就很急事 居然又来了一个 这下男主的参谋地位不保 却不料男主的温柔只属于白夜 对于别的魔法少女却能一击秒杀 毕竟她一直无法打败身为魔法少女的白夜 因此只能靠击杀其他魔法少女洗刷无名证明实力 男主担心这下和白夜的关系也走到头了 毕竟双方相互为敌这样或许也不错 殊不知白夜此刻却一直在公园等她 与此同时火花终于从昏迷中苏醒 屌人自责都是因为她才害火花遭遇危险 所以有件事不想再继续隐瞒 原来她是受神的旨意 从天上下凡宣布神域的角色 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天使 目的是为了寻找人类中身心都没被污染的纯洁少女 并赐予她魔法少女的力量 然而这样的使者其实并非只有她一个 所以魔法少女也有很多位 虽然拯救世界的重任不一定非要火花完成 屌人却依旧坚信她最有资质成为魔法少女 但却不愿让火花冒着生命危险去证明这 因此以后就算不用这么拼命也没关系 火花文言终于被治愈 就算不是非自己不可也要当魔法少女 毕竟这是她一直的憧憬 因此哪怕还有很多魔法少女她也不会放弃 与此同时自从男主以为把新的魔法少女秒杀之后 就再也没有和白夜见面 虽然白夜理解大家立场相互为敌 不可能每天都能见面 但不能相见的这几天她满脑子都是男主的身影 而男主此刻看到部下打算帮她把绣花军服换掉 男主直接阴沉个脸事事就事事 沙雕哈特突然再次闯进房间 终于找到了男主上上级丢出去的球 男主见留在组织也无薪工作 还不如趁早接受审判结束和魔法少女的不正当关系 却不料许久没见的魔法少女一直在担心她会不会出事 男主坦白前不久干掉了一名她的同伴 见白夜一脸猛逼 男主吃惊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原来白夜还从未见过其他魔法少女 他听说之后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到处都不景气 不然大家也不会都来当魔法少女养家户口 因此其他的魔法少女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从事同样职业的人 男主文言庆幸不已 这代表他还能继续和白夜维持这段不能公开的关系 白夜却担心会被男主觉得自己很无情 在听到他和别的魔法少女战斗之后 却只想着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了 男主吃惊对方竟然还没死 而更巧合的是白夜一掩认出这位二号魔法少女是他的小学同学 就当为了伤到他同学而赶到纠结时 结果却见到退后的女主在瑟瑟发抖 虽然是同学 但因为火花式的超雄 小时候经常受到他的关照 此刻和女主久别重逢的他甚是高兴 同时也突然发病过去直接给女主一记为力热刀 就在男主感到懵逼之际鸟人也杀到现场 从今天起他将有可能不再是马猴烧酒 只因鸟人发现他和邪恶参谋长经常混在一块 完全没有搞清立场 甚至很大概率已经爱上了参谋长 声称观察了女主许久 判定他已失去作为马猴烧酒的资格 所以鸟人要求他辞去马猴烧酒的工作 文言女主认为是解雇的意思 然而殊不知这反倒更好 那样就能顺理成章的跟参谋长在一起了 随即射出是发言表示抱歉 没有做出什么有用的贡献 还有交接工作该怎么做 虽然当马猴烧酒是为了混口饭吃 不过至少要知道被开除的理由 而得到的回应是他与参谋长来往密集 这一刻男主脑中的处理器运行不过来 而鸟人把一道选择题摆在女主面前 想要继续当魔法少女就站在火花这边 文听此言 他本来应该很纠结的 但看着宛如天使的参谋长 对比好似恶魔的火花 那肯定是选择站在参谋长这边 这时火花不解道 为何一定要放弃这份工作 他们马猴烧酒能战斗到现在都是因为爱 就这样单纯的老父亲懊悔不已 果然没有爱的话世界是不可能和平的 于是今天的事情便暂时告一段落 女主见两人准备离开才刚松了口气 然而火花突然回头 作为好朋友 在分别前怎么能少得了亲密贴贴 火花期待下一次共同讨论恋爱话题 转眼间男主送他回到家门口 且表示他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毕竟难以相信女主会喜欢自己 因为男主不够坦率 这让懵懂的女主以为自己也误会了 原来参谋长喜欢的是电线杆 隔天猫人和鸟人在通往天堂的传送点会合 随着天上降下一道七彩光束 两人上升的期间猫人还在饭间 准备借两部学习资料给鸟人发泄一下火器 时间一晃过去两天半 参谋长来陪他一起玩黑白棋 刚好忙完是回家的引导者已经无力吐槽 虽然平常在公园见面时他可以当没看见 但直接跑房间里这般亲密就有些过分了 对此男主声称现在就是与马猴烧酒战斗中 下一刻鸟人来找他一决胜负 结果看到邪恶参谋长也在场 他以为是被女主抓获关在这种垃圾堆里监视 然而听到这里是女主家他感到难以置信 毕竟火花家的储物是都比这里大 得知对方是鸟人管里的马猴烧酒 猫人调侃他是超级萝莉控 文言女儿奴得他瞬间被激怒 于是双方开始比较谁的魔法少女更优秀 首先火花从小就憧憬成为魔法少女 能够赤手空拳打败敌人 至于女主不用动手就轻松驯服邪恶参谋长 接着两人又扯到了女主的外貌 脸上表情不够丰富简直式的面谈 而拿她们来做对比这让火花感到很生气 这天他又给魔法少女找到一份洗涮涮锅的工作 但只有一个要求是不能穿裤子 魔法少女不懂涮涮锅和不穿裤子有什么关系 黑心猫是真无耻 他就是为了把魔法少女POA到 渐渐觉得穿裤子是件羞耻的事 见黑心猫突然伸出咸猪手 魔法少女拒绝打咩打咩 黑心猫不解为什么要假装清纯 反正他肯定被那个变态眼睛把便宜都占完了 魔法少女强行转移话题做了烟菜 今天晚餐吃且只吃这个 因为这个月的生活费也十分拮据 毕竟黑心猫在外吃喝玩乐花了太多的钱 他解释那都是必不可少的交集 要参加尾牙和圣诞节的活动 与此同时邪恶参谋也在苦恼圣诞节 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虽然送女生季节限定化妆品套足准没错 但魔法少女平日几乎没化妆所以淘汰 送精英首饰又怕太过沉重 其他弹部见状上前八卦 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 所以才会挑选圣诞节礼物 他们可以帮忙给建议参考 只有女生才最知道女生喜欢什么 毕竟他们一个是男大姐 一个是合法罗里 斯皮克不满自己是内心成熟外表童年 但在男大姐探来她意外的表里如一 却不料被路过的贝拉听见 贝拉也是真牛逼 虽然会因为心理幻想的同事间瑟瑟而兴奋 但表面上却给人一副高冷气质 得知参谋再给女友选礼物 贝拉也忍不住八卦是不是真的 参谋否认没有的事 对方只是认识的女生 罗莉听后瞬间觉得无聊 果然男主的恋爱对象就是工作 但贝拉却开始自我攻略 不会吧不会吧 那个人该不会就是自己吧 但其他人却并不打算罢休 并告诉男主不同礼物所代表的含义 送口红就代表想跟对方亲亲 动向链则代表想套劳对方 如果送衣服就是想帮对方脱掉 牛逼得知男主还没和女方约定好 同伴们恨铁不承装这个不行 另一边魔法少女带着黑心猫出来采购 却意外碰到了火花 鸟人表示火花是为了来买 要送给白夜的圣诞节甜品材料 黑心猫却质疑法科少女 能做出像样的甜品吗 这话屌人不能忍 说到底他们又为什么会来这里 黑心猫得意鸟人的段位 跟他相比还是太低 他不是来买东西 而是来逃免费的 逃免费的豆腐渣和面包边 白夜很感谢火花想的自己 如果他愿意吃面包边 做的点心的话 白夜也会送给他 鸟人却提醒火花身体娇贵 免费送的面包边 做的点心会让他吃坏肚子 黑心猫不爽那可不是免费送 是面包店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才只送给白夜一个人的 是靠人情才能拿到的东西 然而在屌人看来 白夜的人情 也比不上花火付出的金钱 和时间做的点心 鸟人反击 绝不觉得亲切跟成长环境有关 火花可是生活在高水准的家庭 很有较量 不仅会各种特长 还很擅长做苹果派 而白夜自从离开育幼院后 就一直独自生活 虽然他的料理都很朴素 但重要的是白夜的魅力 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会展现 你却不料能制住 两个使者的人还得是火花 火花突然再次开口正常说话 对料理而言不是食材的贵减 而是其中富含的心意 只有做的人和吃的人 建立了信赖关系 才能感受到料理中的心意 就连料理相同吃的人 不同感受也会不同 他们拿料理相互吹嘘的行为 简直是法克 于是白夜趁着打工间隙 和参谋相约碰面 他觉得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好 参谋无法淡定白夜太可爱 见时间有限 他只能长话短说 圣诞节那天他有没有时间 并假装不知道那天是圣诞节 却不料白夜圣诞节 需要打工卖蛋糕 毕竟那天是三倍工资赚的比较多 见参谋失落的模样 白夜觉得只要努力一点的话 傍晚应该就能卖完 并反问参谋有没有时间 参谋强装镇定虽然很忙 但既然是宿敌找他也只能赴约 白夜希望提出一个任性要求 殊不知他的任性对参谋而言不算什么 白夜希望那天可以一起吃晚餐 参谋不解就算不特别拜托 他们也一起吃过不少次饭才对 但毕竟是圣诞节 往年他不会太过在意 只有今年他想要是能跟参谋一起过就好了 见参谋又在发神经 白夜担心是不是给他带来了困扰 参谋否认困扰不了一点 白夜有什么想吃的想要的 任何愿望他都能帮忙实现 可白夜只希望能去他家 如果能跟参谋在家吃饭 度过悠闲时光就太好 是白夜跟邪恶参谋长第一次过圣诞节 而女主为了多赚点钱 就打算把身后的蛋糕全卖掉 再找参谋长赴约 只不过到那时天色都黑了 多才多艺的参谋长根本等不了那么久 于是掏出黑卡清空所有蛋糕 当然不用担心吃不完浪费的问题 刚好可以把这些丢给手下去开圣诞派对 随后女主带着他一起挑选今晚的食材 而男主只多看他一眼认真的模样 就瞬间爆炸 通过消费女主获得一张抽奖券 凑齐十张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一等奖是他最可求的十公斤大米 完全够吃两个半月 闻言男主又差点忍不住动用超能力 然而女主受到他太多照顾很过意不去 所以他要靠运气实现愿望 虽然刚开始有点失落 不过他很快就接受了现实 自我安慰到面筋只能够随身携带挺好的 转眼间两人回到宿舍开始处理食材 参谋长的任务是负责给胡萝卜清洗削皮 想到男主喜欢吃甜的 所以他准备用糖腌制胡萝卜 接着从冰箱里拿出主食肉饼 而看着爱心的形状 外加女主三分熟的脸色 男主内心忽然产生一股强烈的兴奋和期待 之后女主感觉很不可思议 明明是敌对关系 但现在他们却在厨房里一起做晚餐 可以说前面连梦都不敢这么做 闻言男主瞬间意识到 这和新婚夫妻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很快作为本体的眼睛第二次爆裂 直到他准备把晚餐端上餐桌 男主内心蠢蠢欲动 希望能吃到他做的爱心肉饼 对于味道就不多评价 反正只要是女主做的都堪比国宴 晚餐结束参谋长一获到 只是简单吃顿饭就满足了嘛 就没有想要的东西 而女主虽然表示能跟他一起度过就很幸福了 但架不住参谋长的执着 于是挣扎了一下希望他能直呼自己白夜 而直呼其名就意味着之间关系亲密 见状参谋长受到了强大的精神冲击 饶食他防御再多么坚固也挡不住 因为参谋长迟迟迟没有动静 女主只好强行解释今天不是敌对关系 自己只是一个叫白夜的普通少女 听到这正当理由 参谋长故作镇定说到白夜小姐 另外她现在也不是什么邪恶参谋长 所以也想要被女主直呼启名 引导者已经懒得去吐槽他们的关系 接着又厚颜无耻地叫女主做吃的 而当瞧见女主端上来的肉饼不是星星 男主确定自己对他来说果然是特别的 很快鸟人他们也来串门 按照惯例火花上去就是一个爱的拥抱 转眼间两个半小时过去 鸟人与猫人喝得谜顶大醉 女主来到门外送别参谋长 也就在这时天上飘下雪花 男主愁准机会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围巾给他围上 咱就说参谋长还是懂浪漫的 由此圣诞节特别偏圆满结束 当然没想到 不要笑挑战这股歪风还是吹到了邪恶组织 邪恶参谋紧急召集干部开个特别会议 主题就是第28届邪恶组织尾牙筹备会 干部们对此反应各异 本以为今年会含糊带过 却没想到带过不了一点 男大姐担心现在开始准备时间也不够 参谋却说无论如何都要赶上 只因邪恶之王很期待这个活动 大部分干部们都回想起了被尾牙支配的围巨 因为名义上是尾牙 实际上是邪恶之王为邪恶之王举办的 只为让邪恶之王开心的魔鬼盛宴 直到让邪恶之王满足为止 干部们要榨干自身的体力和尊严 必须扮演小丑不可 参谋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可是邪恶之王的七大心腹 理应尊兆王的旨意行事 可参谋虽然话说得漂亮 实际却鸡贼的一批 仗着自己是主办人 因此不会亲自上场 一想到又要经历那种地狱 有老哥就感觉一阵胃疼 可要怎么办是个问题 不能因为没有时间就随便乱搞 殊不知参谋早已安排妥当 今年直接复课去年的不要笑挑战 老哥直接想起去年淘汰被打屁股的羞耻场景 说什么都不想再经历一次 大家都觉得上次的裁判太严格了 地狱笑话也太好笑了 男大姐都不记得自己笑了多少次 在场只有小黄玩得很开心 但那也是因为她是负责整人的 斯皮科希望今年也要负责整人 GHG 他希望贝拉翠斯也说句话 却不料对方同意听从参谋的安排 毕竟只有参谋最适合统投这种活动 不过每年都扮演同样的角色 小黄担心王会觉得厌烦 希望参谋今年也参加看看 斯皮科不解去年贝拉也被处罚得很惨 他难道都不讨厌吗 殊不知去年的事贝拉还记得很清楚 然后被束缚手脚失去自由 还被棍棒打屁股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下令的人 不是别人正式参谋 总之斯皮科强烈希望 今年要换成跟去年不同的角色 却遭到贝拉的光速反对 干部们都敢懵了 一时不知道她到底是喜欢还是讨厌 另一边魔法少女的一天 从叫醒使者开始 可使者却动不动就抓住她的手骚扰 白夜刚想要做大扫除 使者却心血来潮要开作战会议 主题是强化魔法少女特质大作战 白夜觉得强化特质也没意义 却被使者捏住嘴巴不许顶嘴 不然就揉大雷 说到魔法少女的刻板印象 就是登场的开场白 猫使者要亲授给她 却不料把猫使者逗得彭腹大笑 她最喜欢白夜的一点 就是哪怕不情愿也会认真去做 总之以后每次登场白夜必须要念一遍 白夜没有拒绝 既然是工作她就会照做 而接下来还要对魔法少女服装进行改良 比如增加一些零部件 猫使者恨铁不成钢 她是笨蛋 谁规定改变服装就要增加元件 她这叫反其道而行 但白夜希望布料面积能大一点 却遭到猫使者的否决 并POA她的优点只有脸蛋大雷和听话 为了骗白夜穿新服装 猫使者给参谋泼脏水 说她其实是闷骚的大雷心怨 白夜信了她个鬼 她个猫老头子坏得很 开完会白夜立刻出门去打工 最近每天她都要打工到很晚 使者则在家悠闲抽滑子 回家路上她还要买晚餐的食材 使者还在家里抽滑子 等她回家看到使者睡着了 还暖心帮使者盖被子 自己则继续白天没有做的大扫除 等白夜做完两人难得来到澡堂泡澡 看着别人一家团聚白夜很羡慕 而她身边只有偶尔是帅哥 但大部分时间都好吃懒做的黑心猫使者 猫使者很好奇 稀松平常地跟男人同住无言下 白夜是怎么看待她的 他因为很少有这种缘分 所以觉得家人或许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猫使者是天使 其实不用吃饭也能活 但有一个东西能陪她一起吃饭 哪怕是最普通的清汤寡水面 白夜也觉得十分美味 这天又是邪恶组织干部摸鱼的一天 干部发表暴论邪恶参谋肯定喜欢魔法上 只因刚才的心理测验 她的回答是一帆风顺千里一失 代表聪明如她也会出现失误 第一个想到的词代表她的人生 第二个词则代表恋情 因此参谋完美的人生中 只有恋爱是唯一失误 很快三人墨鱼被黑妹抓包 于是黑妹也加入了墨鱼队伍 在被问及搭乘的太空船 遇到许多问题之后紧急迫降 这时他们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毕竟刚经历九死一生 黑妹会说还以为会死掉 参谋则因为必须冷静思考以后的事 所以会说好戏才刚要开始 男大姐是懂辽妹的 她表示会说要是四皮科在就好了 参谋是真的担心同事们的精神状态 比起看同事们发电 她还是更想和魔法少女待在一起 可今天参谋从早等到晚都没看到魔法少女出现 于是傲娇要去看看魔法少女是不是在搞秘密作战计划 却不料此刻魔法少女正蹲在门口不敢进屋 看到参谋出现她才感觉有了一口 魔法少女很高兴参谋会来找自己 殊不知此刻参谋的大脑和理性遭受了双重打击 参谋深吸了一口气强行恢复冷静 才发现魔法少女从刚才就一直抖个不停 还以为使者又对她干了什么丧良心的事 然而此刻使者却并不在家 因此魔法少女希望她今晚能留下来陪自己 此话一出参谋立刻想好要龙凤凯 事后她才知道魔法少女住的是瑕疵房 只要仔细看的话是典型的凶宅 以前虽然阿飘也会出现 但没有影响她的生活所以会故意视而不见 最近却一到晚上阿飘就会碎碎念得不停 似乎是想要讨回什么东西 害得她已经好多天没睡好 之所以不搬家是因为房租九千小日币太香了 参谋觉得不能让她继续待在这种地方 身为男人必须要给心爱的女人一个安全又温暖的家 她认为魔法少女太只顾眼前 以及缺乏危机意识 所以才能满不在乎的住到今天 殊不知以前她其实并不相信阿飘的存在 直到坏逼猫使者故意拿参谋举例 表示他们其实都算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魔法少女不想否定参谋的存在 结果才突然开始害怕各种超自然事物 猫使者是真的坏逼 下完魔法少女就故意暂时不回家 也就是说今晚参谋将会跟她独子 参谋无奈只想尽快昏睡过去 睡着就不会继续胡思乱想 谁知熄灯后魔法少女从背后抓住她的衬衫表示 很高兴参谋愿意答应她的任性要求 因为之前参谋对她说过 哪怕多撒撒娇也没关系 参谋立刻起身夸她做得很好 要是她出了什么事自己肯定也活不下去 却不料魔法少女直接秒睡过去 参谋自我催眠之所以要保护她 是因为要打倒她的人只能是自己 次日参谋刚醒就听到魔法少女在说梦话叫她 也就是说她此刻正出现在魔法少女的梦里 事后猫使者使用神圣力量才终于成功进化了阿飘 参谋不少那她早之前为什么不做 只因猫使者就是想故意吓唬魔法少女搬家住大房子 日常为女主精心挑选完蛋糕之后来到公园 因为想到总是自己主动跟马猴烧酒八花 所以她想玩点新鲜的假装没看到 希望对方能率先注意到自己 而殊不知女主很好奇 平时高冷的人受到惊吓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对此男主自然知道她在悄悄靠近 并猜测应该是想捂住自己眼睛恶作剧 内心不由产生强烈的期待 因为计划没能成功 这使得她有些沮丧 当反应过来时才想起引导者提醒过 与邪恶组织成员的人碰面时要说一段开场白 只是已经错过最佳时机 此话一出反倒勾起了男主的好奇心 所以坚决要求女主示范一次 而耐不住参谋长的执着 她只好当着小孩们的面开始表演 参谋长本来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除非真的忍不住才会捧腹大笑 她笃定这么烂的台词肯定是那只畜生叫的 而女主竟然乖乖照做未免太老实了 好歹也要抵抗一下 看着参谋长笑得如此开心 女主反倒庆幸有学开场白真的太好了 下次也得尽力才行 而男主感觉一次不够 所以又要求她表演了三回 这险些让女主羞耻到能用脚抠出一座城堡 等坐下来吃蛋糕时 参谋长想知道她会用什么魔法 声称不过是研究的一环 结果女主表示 可以在九秒之内只会发生幸福事情的魔法 还有将不幸转化为幸福的魔法 接着就给展示一遍 现在希望男主能够动手打自己 之前的火花都差点被她烧成灰了 手下也因为她折损了两成半 显然参谋长不是一般的双标 随即就开始了捏脸和恼痒的操作 但女主始终觉得很开心 反而对参谋长是一种折磨 最终她及时停手才勉强压制冲动 夜晚在分别之前女主表明 自己很喜欢被参谋长大手触摸的感觉 因为自己的幸福都是参谋长带来的 这让她觉得欠的太多 由此希望能为参谋长做些什么 殊不知对方根本没啥要求 只要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日常就够了 实在不行就直接以身相许 第一季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 因为原作老师已经去异世界了 而漫画还有几话的内容没出 如果后面制作组给力加入更多原创 或许还是会有第二集的